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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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海德宗盛 问三十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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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能知道自己的错误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也会说,求祢把祢的道路指示我们,求祢把祢的路径教导我们,求祢以祢的真理引导我们,教训我们,因为祢是拯救我们的神,我们整天等候的就是祢,奉主耶稣基督圣灵,阿门。 简讲诗篇 两本天书,带来我们去阅读神所赐给我们的两本天书。第一本是叫做无字天书,第二本天书是有字的。究竟这两本天书记载什么呢?有什么本质、价值和功能呢?对你、对我、对全人类有什么切身的关系呢? 第一本是无字天书,在第一到第六节的。大卫在第一到第六节是这样说的。 主天述说神的荣耀,穷仓传让祂的作为。天天发出言语,夜夜传出知识。 没有话语,没有言词,人也听不到他们的声音,他们的声音传遍传地,他们的言语传到地极。 神在他们中间为太阳安切障礼,太阳与新郎出动房,又像勇士欢喜喜地跑路。他从天这边出来,妖到天那边,没有什么可以隐藏,得不到他的温暖。 这本无字天书,就是自然之书。它没有文字,没有言语,但有动画和影像。 这本书放映神所所创造的浩瀚天制,日月星辰,日夜交替,地季运转,生机处处,热力四射等等。 这一切都述说创造主的大能和智慧,指我四周围的受造物,宇宙穷庄,是否叫我重赞感谢这位伟大的创造主呢? 还是我好像如每人一样,心里说没有神呢? 诗篇十四篇一节这样说的。 还是好像罗马书那样说,人以受造物为自己敬拜、崇拜、叩拜的对象,那么愚蠢呢? 其实罗马书一章十八至十三节,不单只说到这个自然之书,使用全人类得知神自己和他永恒的大能,也都宣布了神的震怒, 常常在那些不断压制真理的人身上。这群人又称为不贤不义,不贤是指不敬拜真神,不义是指犯罪的人。 这群人必受到神震怒的刑罚,一个刑罚说他是今生得道战祸、饥荒、瘟疫、地震等灾害,也都包含永世地狱的刑罚。 就算有人从来都没有听过福音真理,在受刑罚的时候是没有脱罪的借借口,因为全人类都有这本自然之书。 不单有这本自然之书,罗马书二章十四至十五节还说到,全人类的内心都有神所放置的道德律,也都称为是非之心或良心。 而自然之书,加上这个人内心的道德律,普遍启示,启示即是指揭露的意思。 神借着普遍启示,揭露自己、自己的属性和人要遵守的道德律。 故此,全人类被审、被判、地獄、免刑的时候是没有脱罪的借口。 神单指,借着无言无语无声的自然之书向全人类启示自己。 他亦都借着有言有语无声的传道者向天下人传扬自己的福音真理。 正如保罗在罗马书十章十八节引述诗篇十九篇四节, 明神借着受造物,将天自己传遍天下。 神亦都借着有言有语有声的传道人,将福音亦都传遍天下的外族人。 是的,无字天书确实尽了他要宣讲的责任。 可惜堕落犯罪的弱传人类, 还需要一本有字天书来解读这本无字天书。 究竟我手上有没有这本有字天书呢? 第二本是《有字天书》七到十一节。 大卫在七到十一节是这样说的。 也会说的律法是完全的,能使人心苏醒。 也会说的法度是坚定的,能使人有智慧。 也会说的训词是正直的,能使人心快乐。 也会说的命令是清洁的,能使人的眼睛明亮。 也会说的话语是洁净的,能坚立到永远。 也会说的典章是真实的,完全公义。 都比金子宝贵,比金金更宝贵。 比物金甜,比风房的下的物更金甜。 并且你的博人也值着这些得到境界。 紧守这些,就得着大赏赐。 这本有字天书就是成文圣言,就是圣经。 就是神的话,首先看看。 大卫重复说的几次耶和华的耶和华的呢? 是的,是六次。 他即着重说重说再重说耶和华的, 来强调神的话就是神的话。 是满有神的权威。 是凌界一次赐的人言诡话,己意之上。 至于我在哪些场景,有什么言行心思, 展示自己是以神的话语作为权威的说话呢? 接着我们又看看,大卫以哪六换词来代表圣言呢? 是的,就是律法、法道、分词、命令、话语。 话语在原文来说是耶和华的敬畏,以子人敬神,便会遵守神的吩咐。 另外还有典章,典章是行事为人的准质。 今天,圣经的代用词、换换词还有很多很多很多。 详程可以自己去阅读诗篇119篇。 以上所有的换换词都是表达到圣经有主要有两大内容。 第一类就是律法,叫人知道神审判人的准质。 另一类就是福音,叫人知道救主代死代蜀的见证。 当圣灵使用圣经在选民身上的时候,才发挥到这个律法和福音的功能。 接着我们再看看,但是在这里列举圣经有什么功能呢? 是的,在圣灵使用圣经的时候,它能够骚醒人心,能够使人有智慧,能使人心快乐,能使人眼睛明亮。 原本全人类与生俱来都是属灵的死人,是看不到圣经要指示的东西。 唯有圣灵使用圣经,叫人心苏醒,使我们有得救的智慧, 叫我们得见自己的属灵光景的惨犯,才能够借着福音归于真神, 获得福音连串应许而感到快乐。 这是永恒的福乐,不是短暂的幸福。 最后对于圣经的作用就是警戒,也应许守约者得到大奖赏。 至于我曾否经历圣灵,使用圣经重申我的生命呢? 又曾否被圣经警戒而回转归正呢? 究竟律法的本质又是怎样的呢? 我们再来看看大奖在这里列举律法有什么本质。 是的,就是完全,坚定,坚立到永远,正直,清洁,结淨,真实,完全公义。 律法的本质是好的,神的属性是怎样,神的话的属性亦是怎样。 让人可以安心、安然、安定,依从神的指示、教导和吩咐。 我们再来看看大奖在这里言明圣经有什么价值呢? 是的,他说到圣经比金子宝贵,比大量的精金更宝贵,比蜜金甜,比风房的下的蜜更金甜。 属于我主于你,是否这样去重视圣经呢? 是否视圣经如宝如珠呢?是否这样去爱慕圣经呢? 大奖在前十一节经文讲到两篇书的内容、本质、功能等等。 究竟他有什么回应呢? 至于我,至于你,又应当有什么回应呢? 《回应天书》十二至十四节 大奖在十二至十四节以祈求神来监察他的罪和赦免他的罪作为回应天书的启示。 在十二至十四节是这样祷求神的。 谁能知道自己的错误呢? 求你赦免我隐而未然的过山。 求你拦阻你博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 不许他们核制我,我才可以完全不犯大过。 也会说我的盘胜我的救赎主。 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都在你面前蒙月纳。 总意就是他以神为盘石,为救赎主作为祈求的基础。 求主监察赦免他所有的罪恶,包括有意无意的,以私不知道的,明显和隐藏的。 他又祈求主难阻核制去管理他的生命, 所以不会犯任意妄为的罪。 所以可以在日言与心思行为上都能够蒙主越纳。 至于我,至于你是否这样讨告,你都回应天书的启示呢? 两本天书,神透过自然之书和圣言之书, 你都启示他自己和他的道德律,他的福音。 至于我,至于你,能够阅读这两本天书已经是神自己的普遍恩典。 如果你被圣灵使用圣经得以重新更新的话, 就得到特殊的恩典。 可以得到特殊恩典的人, 就更加要依照幼稚天书, 来个渐进式的城城生活。 愿荣耀重赞归于三一真神阿们。 回应祷告 耶和说我们的盆石,我们的救赎主。 多谢你刺下两本天书给我们, 让我们得以认识你,敬畏你,敬重你, 求你赏免我们每日所犯的过错, 又让我们有能力去过土你喜悦的生活。 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回应诗歌 祝天述书,你地永远, 天上万丈全阳, 你的权落自会无辟, 你是我们的处。 你地律法远处, 是我们三数成。 愿我们后终焰雨, 心里意念都蒙主。 祝天述书,你地永远, 天上万丈全阳, 你的权落自会无辟, 你是我们本身。 你地永远, 你地律法远处, 是我们三数成。 愿我们后终焰雨, 心里意念都蒙主。 祝天述雪 你的荣耀 天上万丈全阳 你的权落 自会无辟 你是我们的主 你的律法远传 是我们三宿城 愿我们侯众燕羽 心里意念都蒙穿元朗 中立 祝土 愿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自己 和那爱我们 开恩把永远的安慰和美好的盼望 切给我们的父神 安慰我们的心并且在一切善行 善言上坚定我们从今时直到永远 阿门 三一众 阿门 死亡 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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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座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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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